本分局于2月6号晚上11点受理一起民众急急协讯 包含人称其家属于2月5号上午外出打水继位在返家 而警方受理后立即调阅监视器及基地台 并前往其家属可能前往至地点搜寻 为人在2月7号早上10点左右 在花一九三县道98.7公里处的入外草中发现其家属是遗体 而经现场采证目前初步排除外力因素 而警方将相关证据收集后报请花莲地方检察署相验